周秀丽已经进去了 我看这张罚网 迟早会照在 王长公的头上 老臣 王长公敢在这个时候 打这种电话 只怕有底牌 除了方清明胡说八道 还会有啥呀 李大为两次受贿 是怎么回事 谁替苏阿福办的事 这样看来 那就是王长公 王长公 王长公 肯定是感觉到点什么了 所以就来拉拢我这个 老的侍卫书记 和他联成一个统一战线 来共同对付林永强和唐朝阳 我早就预感到 他肯定有什么事 肯定是 喂 大伟呀 在在 是李大伟的电话 他说他要见你 已经到咱们家院门口了 让他进来 大伟 你等着我去开门 好 李大伟的情况是这样的 1999年的三月 李大伟当副市长 我送了一万美金给他 是他率团出国前 那个晚上 我到他家里给他的 还有市委的政府书记 我也给了他美金 五千 全是在黑市上换的 那郑书记当时不是市委的副书记 苏阿佛 你不要着急 一个一个的说 先说说李大伟 你们就问吧 有什么知道的 我都会告诉你们 那你为什么要送一万美金给李大伟呢 是找他办事吗 那是批地盖富豪花园 李大伟还真不错 他把那块地批给我了 你是怎么认识李大伟的 通过周修丽 李大伟是陈汉杰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 又是周修丽的同学 签给了李大伟六万 是周修丽帮着要的 说他家里生活困难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不准给苏阿佛办事 你呢 你不但给他办事 你还给他办的是那么坏的坏事 是一块去贪赃王法 一块搞房地产的投机斗马 大伟啊 大伟啊 你是我的老部侠啦 别人不知道可以 你应该知道 我对这个苏阿佛是个什么看法 老书记 我 我知道 我知道 我都知道 可是苏阿佛 他毕竟是致富典型 再说 富豪花园是旧房改造 批给谁都是批 所以我就 你混账啊你 你 都这种时候了 你还拿这种话当挡箭牌啊 什么致富典型啊 你这是欲盖弥彰 是不是 你以为我就 我就相信你这套鬼话吗 现在好了 小木出来了 你李大伟又要进去了 你是我这个市委书记提拔起来的干嘛 啊 竟然在这受贿 在这够腐败活动 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啊 我怎么办 啊 我还说得清吗 老书记 我 我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 组织的培养教育 我 我真是一时糊涂啊 老书记 你 你救救我吧 哎 哎呀 紫荆 我可等到你了 怎么了 怎么了 啊 大船还在咱家坐着呢 我的方舟要沉了 你有什么话不能回家再说吗 哎呀 等不及了来来来来 快点走快点 你回去再说不行吗 来来来 你听我说啊 这件事 老书记 你们别担心 我去说 我去跟检察院说 我今天来的时候 我就想好了 明天一早 我就到检察院去自首 老书记 你 你能不能 给叶子金打个电话 打电话 啊 打什么电话 要不要我打电话给叶子金 让他全员列队欢迎你 你做梦吧 你给我自己去 不准带车 现在就去 好 你的呢 你给我烧个话 就说 我陈汉杰要对你 依法办事 自己去 在法院做出判决之前 账号 无论任何人 都没有权利解封 包括我也得依法办事 方舟公司的事 你说什么也得给我想办 我这个破产书记 就是要为他们想办法 解决问题 你还玩真的呀 我抓错了吗 连唐书记都充分地肯定 不是出了这场火灾 方舟公司就是 生产自救的好典型 我告诉你 生产自救 不是违章肇事的借口和理由 你知道吗 来看看 这是什么事了 怎么了 你搞到今天已经很清楚了 事实证明 在五一三大火中 从上到下 几乎每个关系人 都负有一定的责任 法律责任 领导责任 或者是道理性责任 那不就是失职了吗 你这是 你这是干吗呢 这离开庭还有几天哪 你怕有这份闲心哪 张姐 这不已经开庭了吗 叶俭正在起诉 他们家的破产书记呢 好了好了 把这文件发下去 我看你也是个冷血动物 你你怎么说我是冷血动物 你激动什么呀你激动 我当然激动了 老黄 我还真有件事情和你商量 你知道吗 扎铁柱 有可能要判五年以上 他的家 你这个破产书记管不管 管不管 我想 要是你不反对的话 我们节约一点 从我们每个月的工资中 拿出三百元来 给扎铁柱的孩子 直到他们立业为止 怎么样 好 好 我不反对 咱们就这么办吧 天书记 叶剑 将军 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 盖利亚的立案 盖利亚的立案 该拘捕的拘捕 一个也不要放过 马上行动吧 好 请令人 伏败 腐败不是法律概念 是政治树立 即腐败是为了私人利益 而滥用公共权利 腐败包括了三个要素 一 腐败的主体 是享有和使用公共权利的人 二 这些人滥用公共权利 三 他们是为了谋取个人私利 我要三大号案 在这三点上表现十分突出 好好好 叶剑 说得好 请继续 从苏阿福提供的这份人名单上看 这些享有和使用公共权利的领导干部 已经把为公共服务 为人民服务的权利 易化和滥用 成为个人谋取私利的过程和结果 于是苏阿福才有可能 把他的大富豪娱乐城搞到今天 才会发生五一三特大火灾 最突出的就是周秀丽 如果他没有向苏阿福勒索着90万汇款 如果他没有滥用手上的这种公共权利 特批了那些伪装的门面房 火灾的后果就不会这么严重 打住 叶剑 那我想问一下 对李大伟你怎么解释 李大伟受贿时 是管文教的副市长无权批地 那苏阿福为什么给他送六万呢 很简单 这就是权利递言的现象 李大伟手上没有批地的权利 可陈汉杰手上有这个权利 而且这个权利很大 这不是很清楚吗 可是陈汉杰并没有为苏阿福办过任何事 是啊 但事实证明 当时的副市长李大伟 替苏阿福办事 我不认为苏阿福 去找李大伟批地 就是找错了人 这里面就有权利递言的因素 也就是说 陈汉杰手上的权利 经过他的老部下李大伟 完成了和苏阿福的利益交换 这种利益交换过程 陈汉杰是不知道 但是不等于说 不存在或者不成立 陈汉杰 肯定是找你打探消息的 还是你接吧 不不不 也许是你那些破产工人 找你反应困难 喂 叶子清同志 给你一点忠告 不要把事情做得那么绝 给别人留一条生路 也给自己留一条退路 有人给你算过命了 你和你的家庭都将面临着一场血光之灾 请好自为之吧 别辜负了我们这番好心提醒 好 找你的 找我 谁呀 一个录音威胁电话 他让你给他留条生路 免得闹出血光之灾 我看哪 准是黑名单上的哪个主干的 未必 也可能是哪个涉嫌独职单位的家伙干的 黑名单之前我接过两次 一次是在办公室 一次在路上 自行 自行 按次办到这一步 你要多加小心哪 免得疯狗咬人哪 苏阿福他又是枪又是炸药的 我倒没怕过 难道我会怕这种威胁电话 国秀 腐败问题确实很严重 但这绝不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 改革开放二十二年了 成就很大 可以说是完成了一场伟大的民族复兴 但是问题也不少 这必须正式 是的 问题是不少 这也是回避不了的 从一统天下的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转轨 产业结构全面调整 这么多工人下岗失业 矛盾是非常突出的 许多腐败现象 就很容易在这一特定的时期内自身 应该说这是比较复杂的历史现象 可是 苏阿福黑名单上的那些人 多则几十万少则几万 还大肆地受贵 献我们党和国家于不义 简直就是没心没肺啊 黄书记 难得你还有这份激情 不是激情 是良知 做人的良知 叶姐 对这些腐败分子 一个都不能饶数 真的 一个都不能饶啊 也包括周秀丽吗 没想到她也会变 你说 那么苦的日子都过来 这是何必呢 你现在能体会我当时的心情了吧 我都要看看这个威胁电话 是不是能把我吓着 喂 叶姐妈 黄书记在吗 在在在 找你的 好像是大川 喂 黄书记 大川 对 是我呀 不是已经给你们借了十万了 黄书记 不是我们方舟集团的事 那十万块钱我们已经收到了 我跟您说的呀是矿上的事 这矿上可能要出事了 上千口的失业工人 准备去省城群房 这个周培成 正在哪儿珊瑚呢 您说这周培成 他被关了一阵子 他这胆儿还见长了 还说什么 闲着也是闲着 要去做上坊专业户 消息可靠吧 上千人上省城 哪儿来的车啊 绝对可靠 我刚从矿上回来 他们说了 这次不做汽车了 改做火车了 就是咱们长山到省城 一般普快 一一二五寸 据说呀 已经凑钱买了八百多张票了 大帅 这次具体情况你知道吗 为了啥 好像是为了低保的事吧 这南二矿 不是去年先事情破产了吗 不是一直没有列入 破产范围之内吗 现在有很多家里呀 都已经揭不开锅了 群众意见很大 上次几个矿卧回 南二矿都去了不少人 黄叔姐 这关于社保的问题呀 不光是拿二矿自个儿的问题 也涉及到今天破产的几个矿 咱政府 是否也该解决一下了 咱国家不是有这规定吗 子敬 你看 这麻烦说来就来了 明天长山至省城的 一一二五次列车 要变成群访专列了 一一二五次列车 真要变成群访专列 那唐书记和市委的同志们 又有IP了 见鬼 唐书记偏偏这时候关机了 那你就给林市长打电话呀 喂 林市长啊 我是黄国秀啊 我向你反映一个紧急情况 南二矿一些家庭断了粮 他们买好了去省城的一一二二五次列车 要去省城群访 市委是否向铁路局方面反映一下 停发明天的一一二五次列车呀 老黄啊 你们南二矿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星期天也不让我安生了 你还有完没完呢 你竟然搞起上访专列来了 你别找我 先找伍成义和江正流 就说是我说的 先把那个周培成给我抓起来 喂 林市长 这恐怕不妥吧 咱凭什么抓人哪 周培成和南二矿有向上级 反映困难的权利吗 他们又没犯法 再说了 困难职工家庭 中央国务院有指示 应该给他们解决嘛 老黄 你不要跟我说这个啊 解决 我怎么解决啊 省里边不给钱 你让我们长山市怎么办呢 怎么应保尽保啊 我再重申一句 南二矿集团是省属企业 从来没有向我们地方财政交过一分钱 是吧 这个包袱我们背不起 也不能背 李市长 可出了这么大的事总得处理吧 不能让工人同志们挨饿吧 当然要处理 你去处理 告诉你啊 如果明天省委省政府的门前 出现了上访的队伍 省委的领导 肯定会找我跟唐书记算账 我把话撂在这儿 明天如果上访群众真去了火车站 我就找你黄国秀算账 你黄国秀如果不想去抓人也行 你马上下去 给我跟工人们做工作 你是磕头也好 座椅也好 那是你的事 你不要这么上推下线 在县城里当官做老爷 林市长 这个官我不当了 老爷也不做了 行不行啊 我先求求你 向省理建议 把我这个党委副书记给免了 别着急呀 慢慢说 发什么脾气 老黄 你当真要将我和唐书记的军门 请你原谅 最近呢 常山干部队伍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的情绪也不是很好 说了些过头的话 你们要往心里去好不好 林市长 我可以不往心里去 可我们心里得有老百姓啊 破产煤矿的群体问题必须解决 再拖下去 就会拖出问题来的 这个我知道 老黄你不要再说了 这件事情呢 我跟唐书记也是非常的费心的 你知道吗 所以老黄 你们南山矿物集团要进一步加大到省城的汇报力度 我们市里呢 也会尽快地安排一些资金的 好不好 就先谈到这里吧 我现在马上要到省城和中央的调查组汇报一些情况 你现在马上到南山矿去 给工人们做做工作 求求他们不要在这儿闹下去 如果上网群众真的到了好车站 咱们的日子可就能过了 就这样吧 你赶紧去 国秀啊 南山矿的工人 不但有权向省委省政府反映困难的权利 也有花钱买车票的权利啊 也有凭车票坐车的权利啊 他林永强要动用公安局去抓人 这是不合法的 你明天让1125次列车停开 这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呀 所以啊 要真正做到依法办事太不容易了 别愣着了 走吧 咱们给扎铁柱的孩子送钱去 怎么 你也去 那 那就不怕检察院的同志找你 案子办到这一步 也用不着我多操心了 就让吴仲秋和高文辉他们 各尽其职吧 我这次跟你一块去呢 还有一个想法 这也是变相的访贫问苦嘛 子敬 你去下也好 能使你对这个案子的社会背景 尽不加深了解 将来你出庭公诉 心里面会更有底数啊 真是对不起啊 各位领导 又被一些烂事给缠住了 不好意思啊 好 林市长到了 我们开会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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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军同志和省委的指示很明确 有腐败就要反 有毒支就要查 不管他是什么疾病 有什么了不起的位置 目前来看 总的情况还不错 你们的措施 果断及时 前书记 坦率的说 我是担心这次 只抓了些小猴子 或者说野猴子 而放过了花果山上的 大猴子 也不能这么说吧 李大伟不是也被抓起来了吗 李大伟算什么 最多呢 算是个野猴子吧 再说 我已经不在花果山上了 老书记啊 这花果山可是群山啊 大家注意啊 保持会场的严肃性 小猴子野猴子要处理 花果山的大猴子也要处理 不管他是谁 只要违反了党籍国法 就要严肃处理 不过 同志们 我们一定要就事论事 绝不能把这场严肃的 反腐败斗争 搞成一场无原则的人事纠纷 好 下面 我代表省委调查组 讲几点意见 冬夏 以后说话注意点 现在咱们麻烦已经够多了 一看老陈说那话 就差没点长工同志的名了 你 不是已经点了老陈的名了 怎么李大伟出了问题 老陈就不该负点领导责任吗 李大伟出了问题 我作为市人大的主任 应该深刻的反省 关于李大伟越权批地的情况 我已经配合有关机关 调查清楚了 唐初见 跟您说个事 南二抗的工人又闹事 几百名工人准备到省城去上方 你说什么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现在才说呀 你还有心思跟老陈在那儿斗嘴 你就不要说了 你们赶快走 稳定压到一切 咱们修会 朝阳 出什么事来 南二抗的工人又闹起来了 快走 老陈 你留意一下 我找你还有话说 老板长 我先去了 好 朝阳 这次可不能再活了 滴宝问题一定要解决 好吧 你半点灵活一点 你看看吧 这好人是你 滴宝问题非要解决不可 让我去偷去抢 这种时候你就别再发牢骚了 你让我怎么办 先想办法解决问题 怎么解决 我还没想好敲谁的烛杠呢 好 孙秘书 嗯 你找王秘书长 想办法筹几点钱 大约十万左右吧 筹好以后 跟王秘书长一块到南二抗来 唐书记 工具有些困难 今天是年半天 一行都不上班 想办法嘛 自动取款机 储蓄所 总而言之 想办法搞到 是 孙总 孙总 你给我听着啊 马上给我掉一千袋面粉 送到南二矿去 对 马上送 面粉的钱 寄到市政府账审 林市长 你们市政府 可欠我们一百二十万了 怎么 怕市政府来拟账啊 少啰嗦 这是政治人物 好吧 我这就去办 林市长 根据长山市的情况 我想把社会保障 救援领导小组先成立起来 组长由我来兼任 具体工作 让国秀同志来办 不光是咱们矿区的事业矿工 全市的两百六十家国营企业 八万多户困难群体 一起管起来 我赞成黄国秀 做这个副组长 让他看看长山的家底 就知道了 上一届的班子 给我们落下了多少亏空 只怕我们这一任 都还不清啊 唐叔姐 我也想为弱势群体 多办些好事 可钱在哪儿啊 上一届班子 是给我们落下了不少亏空 但他们的亏空 是谁落下的呢 要是这么退些责任的话 我看这责任 要退到国民党头上 国民党淘宝的时候 给共产党 拉下多少亏空 不是都挺过来了 还创造了奇迹 什么都别说了 再起位就要谋起政 多承担责任吧 是啊 天下是难不倒共产党人吗 老臣 刚才你在会上说的话 是什么意思 我在会上说的话多了 不知道 书记你指的是哪一句 还能是哪些啊 小猴子也猴子 有说吧 花果山的大猴子 老钱 你真的想听点真心话 岂有此理 我不听真话 还要听假话 说 但说无妨 好 那我就跟你跟你谈一谈 我对周秀丽和王长公的看法 好 据我所知 南部煤矿破山以后 黄国秀同志 一直凭着自己的人格力量 做了大量的工作 这样下去其实很危险 如果失业矿工的困难 长期得不到解决 再伟大的人格力量也会贬值 到那时候 我们再出来做工作 可就晚了 是啊 大致就这些了 好 进攻领导参考 好 老陈啊我知道了 对你反应的情况 我们会重视 今天是礼拜天 走 到我家去吃饭 算了啊 今天还有不少的事 我还约了几个同事谈话呢 怎么 怕我扶石拉拢你这个鸡尾干 别这么说嘛 你呀 把酒留着 等我忙完了这阵子 我再去喝 好 国秀啊 说句心里话 工人同志们 还是很通情达理的 是啊 工人们通情达理 可是我们尽职尽心了吗 这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 大叔姐 今天您能急着赶来 和工人同志们交心谈心 不但让工人同志感动 也让我感动啊 可市里 能天天这么发两发钱吗 别的况再闹起来怎么办啊 所以啊 我也在想 市里 准备成立一个社会保障救援小组 今天跟你商量一下 也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你想不想出来 协助市里做点工作啊 我来帮这市里做工作 唐书记 您什么意思啊 我和市委 已经观察你很长时间了 你这个同志啊 跟老百姓 有着割舍不断的情感联系 难得啊 我们现在有些干部 眼里边 只盯着上面领导的脸色 就是不管老百姓的机会 这样下去 很危险 唐书记 您说得太好了 老百姓是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的 衣食父母 是我们党赖以扎根的大地 大地动摇了 我们党和国家就危险了 这么说 你同意出来帮我堵枪眼了 这不是帮谁堵枪眼 是为这个弱势群体承担责任吗 那好 领导小组要尽快成立 市里边再紧张 也要拿出一部分钱来做企图资金 但是 矿武集团那部分大头 还是要由省力来出 领导小组成立以后 长往省力跑跑 找长弓省长 找裴军书记 就像你答应矿工同志们的那样 跟他们谈 唐书记 长弓省长已经骂我是讨债鬼了 地暴问题 中央有指示 必须落实 你这个讨债鬼 还得当下去 为老百姓讨债 功德无良 好 那我试试看 再见 好的 对 矿上没事就好 成立保障救援领导小组 这个主意不错 看来黄国秀你是用对了 对了 告诉你 王长弓的事情 我已经如实地向前书记 和省力的调查组做了汇报 是前书记主动找我的 啊 啊啊啊啊 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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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儿好像不对头啊 这证明唐书记是信任你的呀 不对吧 也许 我这个倒霉蛋又上当了 唐书记跟我说得很明白 这几万工人的抵宝费 还得我向省力去要 明摆着要把我当枪使吧 对了 唐书记自己都露馅了 明说了就是让我堵枪牙 你是不是因为过去的事情 把你给坑怕了 这么疑神疑鬼的 当然被坑怕了 教训不少啊 哎 当初 集团在和省力谈破产方案的时候 矿物集团没有一个人 来跟我征求意见 方案已宣布 哎 全成我的事儿了 老成他们没一个院 和工人照面的 啊 就把我一个人放在火上烤 差点烤糊了 我告诉你啊 我觉得唐书记 这次是真的下了决心了 决心解决问题 你要打起精神来好好干 就算给唐书记当枪 也得当回好枪啊 别瞎了谎 反正我这个淘宰鬼 已经上当了 哎 狮子多了不咬 债多了不愁 随他去吧 真要做这个社会保障 领导小组的组长倒也好 我就不仅仅是 矿物集团的破产书记了 也可以打市里 和唐书记的旗号 说话更有分量 哎 子姜 你现在在什么位置 咱们是不是可以 共计晚餐了 美得你 我现在正在办公室 跟小高他们研究工作 就这样吧 祝你成功啊 你可真行啊 一个落后青年 一下子进步成为 常山社会保障救援领导 小组的副组长了 你们唐大书记很聪明啊 推出了你这把好枪 心事武器啊 所以啊 王生长 我呢 副组长一到任呢 就急着来找您 老领导汇报工作 来 王生长 咱们说清楚了 我现在可是代表 常山市政府 和唐朝阳书记来的 你少给我来这套 国秀 你常山市委怎么了 唐朝阳怎么了 我明确告诉你 省里今年 根本不可能拿出这笔地保资金 怎么办 那好 王生长 那么 我直接找省委赵书记 直接汇报 可以啊 你可以找赵书记 也许他有办法的 王生长 常山南部煤矿是什么情况 您应该清楚啊 那他省里要真有钱 能不给你吗 那好吧 那我就要省委办公厅 给我联系赵书记了 好 这有电话 打 江还是老的辣 我被黄公秀这个讨债鬼 逼得恨不得去撞墙啊 你唐书记 不费一枪一弹 就把它变成咱们手中的枪了 这回够王生长瘦了 常工同志可是个太极高手 别想那么好 一个推手 还不知道我黄公秀 推到哪去呢 他不会再推回我们这儿了吧 是的是的 培京书记 据我所知 常山南部煤矿的 失业工人家庭非常困难 黄公秀同志反映的情况熟失 那么劳动保障厅也知道 对了 是 好 那我们就定下午 我等您电话 好 走吧 王生长 省委赵书记 今天下午就听我的汇报 你这讨债鬼的面子大啊 既代表市委市政府的 省委一把手这么重视 我看希望很大啊 郭秀啊 我劝你啊冷静一点 也别抱太大的希望 王生长 我的意思 不说了 咱们现在去吃饭 我请客 吃火锅 这可是咱俩都爱吃的啊 老领导 你又拿我落后青年开帅 是不是 走走走走 走 来 郭秀啊 我自己来 是 这肉啊 是动过的 就是不如狗肉香 那也得看什么狗 先打的狗当然香了 你是不是什么时候再打一条 给我也做一顶狗皮帽的 别斗了 打那以后啊 我很少吃狗肉 患上狗肉恐惧症了 我听说当时 你是不是送给秀丽和紫荆 美人一顶狗皮帽的 别提这事了 一提这事我就伤心 这俩宝贝 头上戴的我的狗皮帽 肚子里装的我的蒜香狗肉 居然还对你说 他们是受蒙蔽的革命群众 首长啊 你说我冤不冤 我看不冤 你想想 一顶狗皮帽子 就套住了一个女检查长 你冤什么 不光我啊 那顶帽子 也帮了你的忙啊 干 那段日子 是令人难忘啊 那段日子 是令人难忘啊 叶检 那边说 苏阿福被捕以后 他就开始交代了 他这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嗯 但是 由于 苏阿福举报的面比较广 涉及的人也很多 许多受贿事实 发生在多年以前 甚至十几年以前 与513大伙案 没关系 我们政法委和检察院法院 慎重的研究了一下 准备将这批案件 另案处理 另案处理的 也包括是人大副主任 李大为吗 是的 还有退休市委副书记 郑义生受贿案 关于513大伙案的起诉工作 我们政法委是这样考虑的 检察院法院 组织精干力量 在思想上要高度重视 顺便说一下 省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 一直关注着本案的起诉工作 省检察院昨天和我 专门通了电话